大家好,我是虛零六 老师没教你的是第三集 这类型的企划已经出到第三集了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 对方打开我的AI档 却发现里面的图片会不见 问题出在哪里? 好,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设计的这样AI档里面 里面有放任何点证图 如果这张图你忘记砍入 你直接把AI给对方 对方打开你的AI档 基本上他图片是看不到的 所以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当你给对方AI档的时候 你要连同里面的你放的图片也一起给他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要把图片砍入 那要如何确定你的图片有没有砍入呢? 首先你可以先打开你的档案以后 你在上面点选视窗 选择连结 在连结这个选项里面 他会出现你这个档案里面 总共放的哪些点证图 他会全部排给你看 那如果今天你的点证图 有砍入的时候 你的那个视窗后面 就会放个小图示 会提醒你 那如果今天你放的图片非常的多 你要如何让这些图片全部一起砍入 很简单 只要你在存档的时候 在这个选项 记得勾选 包含连结档案 勾勾要记得打勾哦 当你打勾完以后 这个档案里面所有的连结档 他会帮你全部置入在档案里面 所以相对来讲 你这个AI档的档案也会比较大 但是这样至少可以保险 对方收到你的AI档的时候 你的连结档都会完全的砍入到里面了 所以今天你们要给对方档案的时候 两种方式 第一种 就是除了AI档以外 另外附赠你 连结档里面所有的档案 一起给对方 然后另外一种 如果你是想给对方AI档就好的话 记得在存档的时候 勾选 包含连结档案这个选项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关于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 如果喜欢我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这是计算的 是计算及��� 好了 谢谢 之后 你的面図 拥即